前几天粉丝在直播节目我都说雪点龙天翼C5不错 想入手和2023新款本田CRV相比哪个开得更好一些 那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一下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黄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同价位你会选择雪点龙天翼C5呢 还是说2023新款的CRV呢 或者没有买个开过这辆款车的车主 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帮助帮助他 首先这辆款车子没有开过天翼C5了 肯定都去选了这个本田CRV 当你开过天翼C5的 你绝对不会再去选择这个CRV的了 知道吧 那我们就具体对比一下 这个天翼C5是基于这个EMP2平台国家达到的一款车子 整台车的A柱B柱还有这个关键部位和梁都使用了1500兆帕的热水纹钢 而且使用的比例很大 所以车车安全上就不是本田CRV能比的 而23款的本田CRV强度也上来了 以前才1000兆帕嘛 现在能达到1500兆帕了 但是使用的比例很小 所以这是比不了的 那么动力上这个天翼C5的大概是1.6T1.8T的两个动力版本 都是匹配的爱信8AT变速箱 那么尽量选择这个1.8T 因为才差1万多钱嘛 1.8T信仰比更高一些 300的一个扭矩 211的一个马力非常不错 而本田CRV还是那个地球梦的1.5T的涡轮加发动机 190多的一个马力 是不是啊 所以说发动机动力来讲的肯定是这个天翼C5更好一些 而且它匹配一个CVT变速箱 那么这个CVT变速箱肯定是没有的爱信8AT好嘛 都没有爱信6AT好肯定没有爱信8AT更好是吧 有人吐槽说 田翼C5它这个前面是后面纽约梁的悬架 其实人家这个纽约梁可不是普通的 要比你这个夏威的多连杆悬挂独立悬挂要好太多了 为啥呢 它这个前面是个加强的 除了最低配呢 其余都是有悬挂软件调节的 而且中高配还配有PSC液压稳定技术 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摩坦式的一个悬架 每个减震上下两端 都安装了一个液压缓冲器 这样的目的就是可以在不牺牲舒适性的同时 还能够大大保持操控和稳定性 有效的吸收地面的这个振动 还有颠簸 比普通的多连杆 这个悬挂 筷子悬挂要好太多了 而且副车架与夏威臂连接这种用的是更加高级的液压称套 提高这个操控和舒适性 比如说走颠簸路段的时候 普通车那么这价位都给你橡胶称套 所以说成本更高 人家这个悬挂可是往里扔东西的 在行车起来的时候 走完的时候底边扎实感支撑性 绝对不是你夏威能比得了的 但是这个车子 前五年 十万公里千八万公里 是前期可以说 这车子不会有任何毛病 如果说后期的稳定性 发动机的稳定性 还是这个本田夏威的要略好一些 但是变速箱呢 肯定是这个天翼C5的 8AT更好一些 所以车里的一些小毛病稳定度呢 还是这个本田夏威要比这个天翼更好一些 我只是后期啊 前期的新车都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驾驶质感支撑性 可以各个方面的操控 定是天翼C5要完全碾压这个夏威 但是夏威嘛 二年三款 它车能长度增加了八十毫米 有七座可以选择了 但是这个七座呢 就迷失硬术一下 如果尝试这时候 还是不行的啊 所以说这两台车有缺点 还有优点啊 后期呢 肯定是麻烦多的是这个天翼C5 就是这样 那你有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